這個這個現在是講 一直講這個失戀這個事情 這個是被逼的講出來了 後來沒想到連台灣香港新加坡 每個人都在問我這個事情 好像失戀對我來講 好像不太可能發生 因為你出名嘛 所以大家都很關心你的恋愛問題 那其實實際上我覺得 我不會去遺憾說 我之前的那段愛情結束了以後 我會不會對往後的這個愛情 或者是男朋友有點失望 我想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我會永遠會 未來都存著希望 因為我相信之前的不好 可能往後的會找到更好的 不會改變的跟我的相似 都跟你有關係 那麼所謂難道當婚女大當嫁 那麼在你父母親的壓力之下 會不會讓你 做出一個錯誤的決定呢 我...對啊 我也是在想 我常常其實 像我之前的那段故事 到現在想一想 我一直覺得 是不是我自己自作自受 或者是我真的有錯誤的決定 有錯覺 那後來我發現 如果以後我會小心一點 不要自己個性那麼強 然後也不要說硬說不好的 或者是好的 我就硬要把它排除掉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會 憑我自己的一切靠緣分來講 那我當然希望不能夠有錯誤的決定 不要有這個錯覺 就可能你會改變一下你自己的性格 可能會以後就是 愛一個人趕快跟他講 不要等到最後 你要跟他講了 太遲了 就結婚了 看來潘本春是長大了 對這個戀愛很有他的自己的觀點 是是是 剛才我聽到你講說 以後不會再有錯覺了 好像你的專輯裡有一樣 歌名是這首歌是嗎 因為我在自己的專輯裡面 就是專輯是我自己製作 還有自己總監 所以對於音樂裡面的歌詞歌曲 都是我精心策劃過的 那麼在我這張專輯裡面 剛才說的這個錯覺 裡面的歌詞就是由我所寫的 所寫的這個歌詞的含義 就好像在描述 男女之間的戀愛要想清楚才決定 才交往 而不要因為一時的寂寞 一時的孤獨而選擇對方 結果沒想到其實兩個合不來 之後在一起以後再產生一個錯誤的決定 就是錯覺是她的新歌 對 現在藉機打歌 對 至於想知道更多的 那就待會再聊 好 那我們廣告之後再見